我们就会很快想说 啊 领到这个六百块 六千块 阿公的一万块 好啦 来买我想要买的 买完之后你会过完年觉得 欸 红包咧 剩下袋子 你不要以为你压枕头 它就不会不见 会不见 会不见 这种意外之才啊 我们通常哦 好像很快就会守不住 原因是因为啊 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的行为经济学家 其实有提出了一个叫做 把生活想成诗 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 Ariel聊心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riel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啊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靠近年末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新年龄的红包 还有加上我们一年 劳碌下来的年终 这两个东西哦 其实很容易不见 这种意外之才啊 我们通常哦 好像很快就会守不住 原因是因为啊 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的行为经济学家 其实有提出了一个叫做 心理账户的名词 心理账户是什么 它跟我们活存不一样 它并不是说 我们把钱存下来 就真的可以存下来 心理账户是 我们会透过 我们拿到这笔钱的来源 来分类我们要怎么使用它 诶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们捡到200块 我们捡到200块的时候 这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会觉得说 啊 赶快来去买自己 平常不会买很贵的饮料 赶快去买一个很贵的冰淇淋 等等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对我们来说 那笔钱 那笔200块就是意外之财 那这些收入来源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必须把它纳入 我们平常 就是我刚刚讲的 活存 跟我们积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思维 这是我影片最后跟大家分享 怎么做处理 如果没有这一部分 我们就会很快想说 啊 领到这个600块 6000块 阿公的1万块 好啦 来买我想要买的 买完之后 你会过年觉得 其实好像开心了一下之后 你就陷入一个焦虑黑洞 哎 红包咧 剩下袋子 你不要以为你压枕头 它就不会不见 会不见 会不见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 并且加以理财的话 其实这些钱真的是留不住的 可能会有很多人产生一些疑问说 那它怎么影响我们平常的消费 这个很有趣哦 其实心理账户因为它看不见 我们很常会依据我们个人所重视的价值观 来开了你心理账户的名称 比如说 这叫娱乐费 消遣费 制装费 伙食费 快乐费 哦 我跟你讲最可怕的就叫快乐费 一张一张蓝色 每个小朋友你就在送走他 因为你不快乐的时候 你就巧立一个名目说 我今天很不快乐 所以我吃这些难道有错吗 难道我工作那么辛苦 不能好好吃一顿吗 很常时候我们做决定 因为我说了人的决定是不理性 那不理性的状况下 这个心理账户 它就会默默的让我们 看似一样的金钱 可是我们却有不一样的决策 那可是我们每个月都是领固定的薪水 你每次的红包可能也差不多都是这样 不会有太大的落差 那换句话说 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加以控制 而是继续去巧立名目 让我们更多的花费 在这些无形的之中 包含我讲快乐费 在这里面不断的耗劫 其实我们钱都会存不下来 所以月光族这个名词渐渐的产生啊 有时候我意识到说 它跟你的成长背景 跟你的工作经验相关 那有些人成长背景不那么辛苦 还是会有月光族的现象又从哪里来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你工作辛劳程度有关 因为一个人的自我怜悯度不够高 自我怜悯是什么 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很辛苦 在一整年的开始 去年过去自己是努力的 你有没有感恩 或是看见不容易的自己 如果都没有 那你当然又会巧立一个心理账户 说哎呦我这么辛苦 我应该可以花钱 让我自己吃个好吃的吧 我应该可以花钱买自己东西给自己 没有不行 可是你有没有从内心真的去关心自己 如果没有 那你这个账户就会越开越大 可能从原本的一千块变三千块变五千块 你就会发现你钱都存不下来 所有的年终 好几包的六百块 全部都花在巧立名目上 所以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内在的幸福感 如果没有跟内在的自我照顾做连结的话 是从外在的东西做连结 会让你的整个心理账户非常失控 如果你没有感恩自己 或是慰绕这个辛苦的自己 在内在你真的看到那个不容易的自己 那你才有机会让你的心理账户不再巧立这些 呃 慰绕费啊快乐费 才有办法设下一个停顺点 大家有更多认识之后 我想大家最想要知道就是方法 到底可以怎么做 好啦 既然我都说了 它跟我们的来源有关 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来源转换 就可以得到改变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把它存起来 我自己的方式啦 给自己一个好的希望之后 我隔天就会把这些钱全部抽出来 然后放到我自己信任的一个账户里面 那那个账户都是我开支生活费 或是什么的来源 我就会把它存进去 我告诉你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你存进去 你的内心认知到 这是你生活费的一部分 也是你未来积蓄的一部分 你对它就会多了一层层担保的理性 当然当然除了做到此以外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步骤 帮你的费用做一个完整的定位 什么叫完整的定位 比如说依据你的经济能力 可能你一个月的娱乐费 娱乐费就是除了吃喝拉撒税以外的 就叫娱乐费好吗 假设是3000好了 那你就必须把这3000 很早就把它领出来 然后就是花完就没了 不管我是什么名目 不管是吃饭也好 不管是送自己小礼物也好 不管是买什么自装费都好 玩具也好 这些东西就是那3000 买完就没了 所以你可以依你个人的能力去设定一个 确定的金额 那个金额没有了 我跟你讲东西下个月再买不会死 东西下一年再买也不会死的 就是拖几个月 假设你这个月因为花了一些东西没了 你想说蛤 那能不能再多开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设好停止线 没有的话 那你就是等到下个月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买就好 所以当把这些红包钱跟年终放进去账户之后 而你确定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娱乐费 那个娱乐费是有固定金额 关键字是固定金额 然后你就可以真的为你的账户做一个理性的规划 好啦希望分享到这 大家对心理账户的认识 还有迷思破解有一些新的认识 谢谢大家 嘿那个需要就不一样了 因为需要掌控感染所会 会让我们做下很多不理智的决定 你想想看 你在大扫除的时候 你家里面一大堆东西你用不到 我当初买这个干嘛 我当初扭蛋 你有这个干嘛 我当初买这个干嘛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